马老师走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事吧 06年 06年 12月 您记得好清楚啊 那当然了 我也是徒弟 他是师哥呀 对 我们叫同门师兄弟 对对对 我跟千祥老师拜马继先生呢 是八几年 他比我们要早 所以他是大师哥 我们俩呢 虽然比他岁数大 但是我们算师弟 就是我们这个相声有一个规矩 就是入门的早晚 时间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马继老师突然离开的时候 您几位都立刻到现场了吧 那可不 对 我就记得 那天早晨 我正往啊 就那时候还叫工程兵招待所 去排练 当时啊 还有别的节目 要准备排练 突然间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谁打来的 马东他来的 他儿子 就告诉我 当时还叫我赵叔的 赵叔 你赶紧到家里去 我爸不行了 他在家里吗 他也不在 他也没在 他说您可能比我近 我得晚一点 就这样 我们就 我从这个 那叫什么呢 叫 工程兵招待所 工程兵招待所 阿老师天通院 就往那赶 那好远啊 实际上 他呢 病啊 要说起来 应该也有征兆 有什么征兆呢 就是他后来啊 一直是担心这个叫糖尿病了 实际上后来 他最后还是心梗 对 就是他 忽略了 他耽误了这个心脏 忽略了 对对对 我就记得 好像前一天 还从外地回来 从外地回来呢 当时呢 就觉得不舒服 因为我们经常一块 一块出去演出嘛 有的时候回来 你像那个T3航站楼啊 要是走回来 走很远 原来呢 一气就能走回来了 后来得歇一气 后来得歇两气 后来得歇三气 就是走不动了 实际上什么问题呢 应该说就是供血不足 对 心脏 对 但你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后来呢 当时咱们有一个就是 心脏内科专家 他叫胡大一 我知道人民医院的胡大一老师 胡老师给他看了 看完以后就提醒他 你别光看这个唐教兵 你要注意你这个心脏 所以后来他提醒完以后 就那一次从外地回来 他马进老师还说 哎呀是不行了